我在電影中的角色叫Nora 我是一個女強人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記者 所以她面對大眾社會的問題 她是一針見血 會用一個尋根究底的方式 去了解當中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 但當面對小朋友 她未必可以用這個方法找到答案 回家做全職媽媽 她就像一個生活的白痴一樣 她所有事都要從頭再去學 正所謂為母則強 有時做了一個媽媽 你本身不認識 或者你本身的弱項 都會變成你的強項 我家只有一個 拍戲只有七個 我覺得那些小朋友真的很聰明 他們有聰明 又有天分 當然七個小朋友 群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會 當然會吵 或者他們會 突然又去玩什麼玩具 或者有一個又要去廁所 那七個小朋友又做了好朋友 我們父母也建立了 一種很可愛的特殊的親切感 我覺得她真的很像我的女兒 那拍完後 我真的很捨不得她 她又做了一份小禮物給我 當然她會看到 電影出來的時候 大家會有一些互動 她可能會覺得 這是不是我媽媽呢 我有解釋給她聽 電影裡面的老公 不是我老公 不是你爸爸 電影裡面的女兒 也不是我的女兒 她現在大過了 漸漸都明白 所以她也沒有合作 Nora這個角色 其實她在電影裡面 面對很多矛盾 其實很多矛盾 都是很多全職媽媽 或者很多在職媽媽 都會面對的事情 或者跟她另一半 跟她先生 在教育上 都會有意見的分歧 當然兩夫妻 就會因為小朋友的教育 就會衍生很多的拗叫 或者分歧 到了這個時候 也是考驗夫妻之間 感情的一個很好的挑戰 沒有說對還是不對 只是大家要拿一個共識 我印象很鬆 有一場戲 就是教女兒做功課 你知道做功課 對於千萬的媽媽來說 是一件最生氣的事 那場戲也是 大家都在房間裡面 氣氛已經很繃緊 爸爸剛回來家 就說 做她這麼辛苦 不要緊 你知道做媽媽那一刻 感覺是什麼 感覺是覺得 我之前做的事 都是白費的 都是沒用的 被否定那種感覺 我有跟她做功課 很生氣 生氣到大家都哭 會說對不起 我們家裡的習慣就是 大家心平氣 冷靜之後 都要跟對方說對不起 我們經常忘記了换位思想 當你一個六七歲小孩的時候 一條家屬是有多難呢 是真的很難的 變了你要遷就她的部分 和遷就她的能力 每一次都是一個學習 每一滴流的眼淚都不是白費 疫情下各行各業都受影響 唯有就是咬著牙筋 就是要捱過去 譬如電影上不了當然是失望 還有難得有一部 大家這麼禽在的河水片要上了 很禽 誰知道臨上的半個月之前就停了 又停了 同裝生意也是 當然很大很大的影響 我們一直都 暫時守著 都沒有減薪沒有裁員 希望跟員工一起 共同度過難關 例如她想不起 好悶啊 每一做 我們不可以說 你自己這麼多玩具 你自己拿來玩 即是不行的 原來是不可以的 是要你過去提議她 不如我們今天玩這個 然後跟她一起攤開出來 然後開始陪她玩一會兒 玩到她專注了 專注了知道這個 board game 或者這個 職目的樂趣 然後你才走開 我領悟到的東西就是 陪伴小朋友 不只是玩 只是在大家整個屋裡 不是這麼簡單 是你要帶著她 引導她 去做一些對她身心有益的事 經常都要留意行程 這段有些東西 很適合六七歲小朋友玩 這樣就去搜羅一下 又不知為什麼 有同學介紹了她聽姜濤的手 夢著嘴雪外力 她突然在我面前唱這首歌 我說好啊 好聽啊 當然她最喜歡的偶像當然是我 她總是有時候會 叫我拿一些 例如我做演唱會的片段給她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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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